米莱迪终于变异了 注意这两个银牌机器人快要消失的时候 直接合体成了金牌机器人 体型比米莱迪还大 拥有英雄一半的血条 攻击力更是堪比超级兵 扑过去直接咬死了刘邦 而且一技能后期伤害同样不低 依靠分裂伤害再次收割了加罗 最后还有一个银牌机器人输出莫子 这就是变异之后的合体米莱迪 今天终于上线正式服了 一波团战打完直接拿了三杀 机器人合体看起来比较复杂 但实际上却比较简单 以这波召唤为例 首先这两个小机械兵持续时间结束 就会自动合体 这时就变成中型机械兵 而当数量达到上线时 也同样会互相合体 自动跟周围同等级的机械兵合体 此时就出现了两个中型机械兵 而中型机械兵的存储上线只有两个 所以又会自动合体 从而合成了大型机械兵 大中小就是三个等级 就相当于金银铜 存在的上线分别是一个两个和四个 看似复杂其实就是让机械兵多一点 数量多了合体就会变多 伤害就会提升 下面带来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实战 首先米莱迪的玩法没有改变 开局仍然是先生二赛主义 有合体机制更容易抢线 然后再尝试反野 反不了红就偷小野 合体的好处不只是变强 更有用的是持续时间更长 你看刚才放了两个铜牌兵 现在还没有消失 而是变成了一个银牌兵 这其实才是重点 变异之后机械兵持续时间更长 不仅对线会有优势 也更容易磨塔 但实战还是要主一 不能因为二技能变强就主二 机械兵只是辅助作用 一技能还是主要消耗手段 而增强的代价也有 就是一技能前期伤害变低 不过并不影响 因为一技能的输出 加强了法强加成和法术成长 后期输出其实是加强的 而米莱迪的核心玩法 就是打出推塔的节奏 新的合体机制 导致机械兵更不容易被清除掉 特别是小乔这种英雄 一扇子打不掉大的机械兵 当然压塔也有代价 就是容易被抓 不过不用担心 这局虽然阵亡了两次 但仍然拿到了MVP 因为磨掉中塔是迟早的事 四分钟就破了中路一塔 然后就多帮队友压边路塔 把中线交给打野来补 衡量米莱迪好坏的因素非常简单 就是能帮队友磨掉几座塔 这波清完线又是带来了大量高级兵 合体机制能够保证持续时间更长 而想要机械兵更多 就是利用兵线和野怪来刷 因为米莱迪只要补兵成功 就会自动生成机械图从 单纯依靠二技能是不够的 接着又帮队友推掉了下路塔 这样对局节奏就比较顺了 推完下路一塔再压上路一塔 其实很简单 中击节奏就是压边 补完一波中线就压一条边路 即使阵亡了也不用担心 因为对方上中下三条线的一塔 都被米莱迪磨掉了 不要看我现在零杠啊 战绩其实并不能反映出米莱迪的作用 因为不只是压塔 米莱迪的输出也是隐性的 就像这波打团 人头虽然没有拿到 但输出其实都是米莱迪打的 米莱迪的输出特点就是出伤比较慢 继续压掉中路二塔 然后就到了平均的时间 打团如果不优先处理米莱迪 那就很难翻盘了 尤其是现在变异之后 机械兵比原来的大 移技能后期伤害又高 不过合体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机械兵如果达到上线 会立即停止攻击去寻求合体 不会像以前那样还会原地爆炸 少了一段伤害 不过并不影响 毕竟合体机制还是非常强大的 金牌机器人就相当于后期的超级兵 并不容易处理 最后说下出装 装备并没有改变 沿用以前的消耗流出装即可 前期零杠二仍然拿了银牌和MVP 输出30以上 好了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抓紧去试试吧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